我现在在家里面剪影片 刚跑去门口买了一杯Fabbuccino 古早的剪片下午 这好像是他们的新配方 Strawberry Fabbuccino 我最喜欢喝Strawberry Fabbuccino 但是怎么今天买的 和我以前喝的不是一个味儿 我觉得没有之前那个好喝 我一般在剪片的时候 我的狗都是这个姿势 它就会在我的脚底下 它就会睡在我的脚底下 你怎么这么可爱 我在剪最近的爱用品 还有好多 那我就继续开始剪咯 早上好了 我现在准备出去吃一个早饭 从昨天晚上就特别想吃那个 Everything Bagel的Avocado Toast 啊 想闻到了 闻到了 不是Karen 反正是棉花糖 诶 是烤棉花糖的味儿 早上有很多事儿 所以赶紧吃完早饭出去还要去办点事儿 然后就可以回家了 今天是星期五 啊 明天就是周末了 又是一周过去了 一周一周的时间真的过得太 啊 我的贝果来了 开吃 嗯 好吃 我已经回来了 中午回去准备做个炒菜米饭吃 刚才这里好像下过雨了 地下都是湿的 早上 大家早上好 我们今天不要再喝喝了 我给你们看我们家的狗 我在等你啊 Cubbie啊 Cubbie 你听狗 你听狗 我们家狗已经疯了 你看 它就盯着门口 我们已经出门了 你看我的狗 在我的腿上 不要叫了好吗 Cubbie 去beach吗 你叫什么 等会儿就直走了 我就过关了 他已经给你回答了 Cubbie 拜拜 我们已经到海边了 现在的风还有点大 就是说休斯顿的那个海滩的沙子 非常的细 Miami那个沙子啊 非常的扎脚 Miami那个沙子 耶 小喆 我们吃的是fish taco,veggie burger 达达,你怎么有一个小发带啊?怎么这么可爱? 我们已经从海滩回来了 然后我刚才换了衣服,浑身都是沙子 我冲进去洗了个澡 你看我的脖子好像晒黑了好多,我的天哪 管他们,反正去海边一定会晒黑 刚才狗都给我洗了个澡 从海边回来以后全都是沙子 哈喽大家,我刚回来 我刚才去超市买了一点水果 去那个日本药妆店,然后买了点面膜 还有我刚才去楼下取了一个包裹 所以我觉得给你们做一个小小的开箱吧 我先给你们开这个包裹吧 我在Everland又订了一些衣服 然后是给我老公买的 里边就只有一个是我的东西 其余的都是给他买的 我想说跟你们也分享一下 没准你们觉得好看 可以给你们男朋友啊 或者给你们老公也可以买 参考一下 第一件呢,当然是一件T恤 因为男生特别容易出汗 所以特别费T恤 哎呀,这个质量真好 就那种姜黄色的T恤 其实我也能穿 反正就是我老偷穿他的T恤 第二件呢,也是一件T恤 它是那种Polo衫材质的T恤 就是这儿有一个口袋 反正我觉得这粉色挺好看的 我不知道他能不能穿啊 反正我就买了一件 我就把他穿了 哇,你都买了一件粉色的衣服 我觉得这个蛮好看的 这件衣服就你穿吧 我觉得蛮好看的 I don't like粉色的 你如果不想穿的话 我可以穿 还就是给他买了一条这样子米色的短裤 这样子一个基础款的短裤 到最后一件是我买的一条短裤 没有这种彩色的短裤 我看见这个还蛮好看的 我就买了一条 想这样子是一个高腰的 我去穿上给你们看一下啊 就是一个黄色的一个短裤 这个裤子穿上还挺舒服的 就是一个黄色的短裤 我觉得配这个T恤也蛮好看的 我刚才去那个药妆店 买了几个面膜 第一个就是这个Doctor这儿 这个药丸面膜 他们家刚好有个活动 是买三盒赠一盒 所以我就一次性买了好多 买了一个店员给我推荐的 是长这个样子 一个修复的一个面膜 接下来这个叫Ray 是这么独怕 反正那个店员给我推荐 说这个蛮好用的 然后还买了一个这个 这个牌子的 那个店员给我推荐 说反正就是一个保湿面膜 还有买了一个陈也医生的 这个爽肤水 我常年用的一款爽肤水 剩下的就是他送的一些小样 虫妖子呀 然后送了两个这个洗面奶 反正这种小样出门旅行的时候 带这个就特别的方便 好了 完了超市买的菜 我就不给你们看了 菜水果就长得一样 这个短暂的迷你开箱 就这样吧 我刚吃完早饭 现在是几点钟 9点40 今天是周天 嗯我的早饭就还是那个 猴姑米西 今天又是一个不洗头的周末 今天早没什么事 周末嘛 本来我不想化妆 就想到昨天 我们两个约着说 今天中午出去吃寒餐 想啊 那好像 如果说 顶着个大宿员出门 好像 对不起这个周末 所以我就 涂了个粉底液 画了个眉毛而已 现在就赖在家里赖一会儿 吃饭的时候再出去 家里的牛奶喝完了 下午可能还得去趟超市 目前就这个计划 我觉得挺好的 我们在家里边赖了一早上 哎呀 我没拿手机 终于可以出门了 出门吃午饭去 刚才下了一场超级大的雷震舞 这会儿天气超级好 它不会影响很多 还可以其实 这个饭店叫这个 鱼味亭 我觉得他们家的猪五花特别好吃 这种天气 就是喝一个啤酒 是一个烤肉 我觉得是最爽的 哎 但是我胃刚好 还是比较狂 人啊 还是比较狂 如果我们不够了 我们在家 那包括这样子不在这里烤 只在里面烤 可以啊 我说的呀 我好想喝啤酒啊 我又不敢 因为我也刚好没多久 万一你知道 再狂出点什么事怎么办 就是 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啊 我的vlog不是 dailyvlog 也不是weeklyvlog 我的vlog就是那种 是想拍就拍vlog 对 是想拍就拍vlog 所以我的vlog起名 我都是叫他7788vlog 日常合集 所以很多老伙伴看的时候 就觉得说 哎呀你怎么好像每天都在吃啊 喝啊玩啊 不是那样子 我拍vlog的时候 一定都是 比如说假期 或者说今天刚好没有事 然后我才会想要拍vlog 想要再记录一下 我今天都干了一些什么事啊 比如说出去吃饭啊 或者说怎么怎么样 就是工作的时候忙的时候 我是不会拍vlog的 因为没有时间 给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很多人都在我底下 给我留言说 我好羡慕你的生活啊 都不用工作啊 每天就是吃啊玩啊 真的不是 不工作 哪来的钱 去吃啊喝啊玩啊的 是不是啊 肯定是有工作 只是在工作的时候 我觉得就不方便拍下来 拍视频只是一个日常的 我的一个喜欢的一个项目吧 但是它不是我生活的所有 全部 跟大家解释一下 不然的话让你们误会 就是我成天就是吃啊喝啊玩啊的 你们俩也不工作啊 你看真的不是 哪有那么多好的生活啊 你说对不对 我们在外打拼 都不容易 真的就是忙起来的时候 真的是很忙 像前段时间 我不是一直都没有在更新视频吗 就是因为有很多事情 没有时间去拍的视频 那个Q&A的视频里边 大家问我 有没有工作 问我具体工作是做什么的 但是呢 我想给你们解释的是 我的工作具体是 帮助我老婆 进行他的公司 但是我的工作相对来说 比较杂乱一点 就是他需要我们去帮助他做什么 我就去帮他做一点事情 是这样子 所以没有一个具体的 我在他那也没有什么职位 我也没有什么具体的部门 所以你也可以说 我们俩是一起工作 只不过我是不拿工资的那个人 帮助他也等于就是帮助我们这个家嘛 对吧 我们家还是他一个人主要赚钱 然后我是辅助他赚钱的那个人 然后空闲时间呢 我就来拍拍视频 议论一下大家 我们的小菜来了 好吃吗 Can I have more of this? This is so good 哇 我的猪五花来了 你看看 你要吃你把它端过去吧 你不吃这个吗 我不吃 我要卷两片 卷的肥肥的 太好吃了 但是洋葱后来变白色嘛 好像是不见了 你的火锅也来了 不然 这个火锅还有叫猪肚火锅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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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在演世界杯 也没有人在每天都在追着看呢 我们两个是完全对足球一点兴趣 都有没有的人 根本看不懂 所以就不感兴趣 外边的人在看世界杯 没有空调给说到 你们的老公会在车上放屁吗 你敢你敢说这个吗 我为什么不敢 对吧 这个我觉得就不要放在video里 为什么呢 对不对 你堂堂正正的敢把这个屁放在这个车上 那你就敢承认 是不是 男子汉大丈夫 敢放敢当 我认为这样子的习惯非常恶劣 为什么呢 因为车子密闭空间 你在这个密闭空间里面丢一个炸弹 那就炸死了 我已经阵亡了好多次了 我无力吐槽啊 这就是我的生活 非常的有味道 嗨 大家早上好 我现在要出门一趟 今天是周一 嗯 早上我现在有点事 我先去把事办完了以后 我要去趟超市 因为今天是端午节 买一点粽子 我想买 哎呀下雨了 我想买几个肉粽子 还有豆沙粽子 这是我最爱吃的两种粽子 哎呀快跑 因为下雨了 你们爱吃甜粽子还是咸粽子 肉粽子反正是我的最爱 然后甜粽子 我只喜欢吃豆沙馅的 哎呀我相机没有电了 我忘记哪电池呢 那我打他出来干嘛呀 哈哈 算算不算 说了关了关 一转眼 我已经回来了 刚才去买了粽子 给你们看一下 我买了什么粽子 还有一大块是吧 肯定啊 买了一个这个 广东咸肉粽 咸蛋粽 怎么是咸蛋粽啊 没有肉跟蛋 你确定有肉吗 还是它只是蛋 还是可以吃 那因为它只是蛋 你知道我会掐死你了 哈哈哈哈 然后这个是那个豆沙粽子 是甜粽子 我希望这是肉的啊 打开如果只有蛋没有肉啊 你就逼了 咱俩可以一起share一个嘛 我不愿意 一个我这么大一个我吃完啊 你吃不完你放着我可以再吃 我跟你说 我怎么感觉有一种不祥的感觉 是我逼了吗 那今天还能有谁逼了呢 你往常都是买的是肉粽的 你怎么今天有肉啊 有肉吗 有啊 那就好 我刚刚不是在这挑了好几遍吗 嗯 就是因为我在找上海 还没有 我看到一大块肥肉 我就喜欢吃这种肥肉的肉粽子 我只喜欢吃猪肉的肥肉 这么大的粽子里边就两口肉 结束了 这还不这样吧 好生气啊 让我尝一下这个 甜的 肉粽子啊 我喜欢你打开里边全都是肉的那种 让人觉得很满足 尝一下这个豆沙的 这个看上去还行 你这 嗯 跟我想象中的豆沙 不太一样 不过不难吃是好吃的 让我们节快乐 哈喽大家 我早上因为外边是大暴雨 所以我出门的时候 我就没有带相机 我早上去了一趟Trader Joe 迅速的给你们做一下超市 跟我分享 因为我有买冰淇淋 我想赶紧把它冻到冰箱里 一个就是这个Mango的这个冰淇淋 这个特别好吃 还有我买了一个小甜桶冰淇淋 口味是Vanilla 这两冰淇淋我要先把它放到冰箱里 然后就是葱 还有一袋腰果 给我老公买的 他比较喜欢吃这种干果的东西 然后 对了 我买了一盒这个杏子 很少有超市能买到杏子 反正今天我就看到这杏子挺香的 我就买了一盒 一瓶牛奶 我一般买牛奶都是买这种小瓶的 因为家里喝奶就我一个人喝 它也不喝 它保质期很短 所以我就买这种小瓶的 就比如说两三天把它喝完了之后 我再去超市买新的 这样子就每天都喝的是比较新鲜的牛奶 然后之后我买了一大盒草莓 今天早上他们的草莓有试吃 我本来没有想着要买草莓 因为美国草莓真的不怎么好吃 就是你要碰运气 有时候碰到了那个草莓真的就很甜 但有的时候真的是就难以下咽那个草莓 所以今天早上他们草莓有试吃 我尝了一下非常的甜 真的超甜 一次性买了一大盒 好 那就是我今天早上去Trader就买的东西 今天是狗狗打预防针的日子 所以你看又开始说话 就每天在出门之前就有说不完的话 我们已经到了那个狗狗的诊所了 进去给它打针去 已经到了这个诊所了 这个就是狗狗诊所 看起来跟人的诊所真的长得一模一样 这个地方就是有一些清洁的一些东西 还有一些狗饼干 然后一会儿就要在这个台子上给狗狗打针 我准备给狗狗拿一个cookie 让他现在不要太害怕 有什么cookie 你都在做什么 cookie 狗狗刚才被接走了 他接去做一些检测 检查他的就是粪便 一些检查所以不能在这做 所以他被接去了另外一个房间做检查 所以我们只能在这等一个 在这个空闲的时间 我们聊一聊这个周末 你准备带我干嘛呢 因为今天是星期五 明天就是周六了 你看又到一周周末的时间了 吃四川菜 除了吃四川菜呢 回家睡大觉 是吗 好吗 好 他很好 太棒了 所以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 好 我的眼睛是霜 如果这帮助 他有点弄了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你很棒 狗狗的正打完了 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回家了 本来是一个公园 结果前两天下了两天大暴雨 今天天晴了以后 你看这片公园已经被淹成什么样了 这是一个足球公园 然后旁边是一个棒球公园 水都已经退一点了 我早上网过开的时候 淹得更厉害 很过混 很过混 你刚才排水 你看到没有 这样拉会不会把门拉坏啊 不 这个时候不能聊天是不是 来聊两句嘛 出门咯 今天是周六 要开始过周末了 但是我们到现在也没有什么计划 其实现在挺早的 现在才9点多 我们两个是那种疯狂早起的人 因为早起所以一天的时间就很多 我们也挺早睡的 我们两个的作息就是那种老年人的作息 我们晚上10点半都睡觉了 然后早上6点半他起床了 我7点钟起床 我们家门口这个Starbucks 它重新装修了 里边还挺漂亮的 今天早上买咖啡太不顺利了 排队等了差不多有20分钟才排到 我今天早上买了一个Decaf Ice Latte 我胃最近好了 偶尔喝一次咖啡也是可以的 因为我都要等凉了 咖啡还不来 太算了 我们俩已经吃完午饭了 刚才去吃午饭的时候 我把相机放在车上了 我忘拿下去了 所以我就没有拍中午那个饭 我觉得中午那个饭 很好吃 你觉得很好吃 其实我就觉得就是一般川菜的味 没有那么的特殊 反正我更喜欢吃滋味成都一点 但是他说他觉得这家他会更喜欢一点 你们如果想试也可以去试一下 他们家的那个饭店名字叫双椒 椒是辣椒的椒 拖银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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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旁边开的这个车子好酷啊 哇 好有心 哎呦 你怎么这么可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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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你看这个小胚蛋 你看这个小胚蛋 哈喽 你愿意理我一下吗 这么这么可爱呢 你长得好漂亮啊 你怎么这么可爱 你在唱我吗 嘿 what's up 哎呦 哎呦 oh my god 我没有办法了 坐下 Sit oh you sit 你坐下了 今天是周天 然后我现在要出门 我发现一周一周过得特别快 我记得上周天的时候我才拿着相机说 哎呀今天是周天 结果就一晃一周就又过去了 时间过了简直太快了 一晃我就老了 哈哈 今天背了一个星包 我的小腰包 对面有人遛小狗 先吃午饭再去买菜 还是先买菜再吃午饭回家 我听你的 肯定是先吃饭再买菜再回家 那现在去什么地方喝东西呢 现在有三个选择 非常好的 一个是星巴克 第二个是那边的星巴克 第三是85度C 85度C吧 大概7点40起床洗漱 然后就开始跟我老公一起打扫家里卫生 一般我们俩都分工特别明确 洗衣机里边洗着床单被套 所以我们俩在一个一个小时 现在是9点40 我们俩在一个小时内完成了好多事情 然后家里现在特别干净 持家小能手 但是也谢谢他的帮助 就打扫起来会比较快嘛 我们每周都是这样配合的 所以你是我的好搭档 耶 现在在操头来一点这桌需要的菜啊水果 好像没有对焦 好天气 每天都是晒子和热子 让我走快一点去给大力士把门看看 大力 QB啊 你刚洗完澡啊 你说我刚洗完澡我好可爱呀 你这个表情是要干嘛 这是什么表情 QB啊 QB啊 QQQ QQQ 嗯 可爱的呦 那这期视频就这样了 希望你们会喜欢我这期的Vlog 喜欢我这期视频 请不要忘记给我这个Vlog点个赞 然后记得再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